8. 《蘋果日報》對經濟殺信心看淡人幣民眾狂兌換內地鬧美金方 2015年7月12日兩岸要問A15中市中央稱要暴力救市 但仍無法挽回內地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有在銀行工作的網民指,自上月底大跌市以來 每日都有大批人前來搶購美元現鈔 令銀行出現美鈔枯竭,《蘋果》記者致電上海中國銀行查詢 該行職員表示更一的確有較多客戶前來兌換美元 但銀行只有數千元美元庫存 有分析稱,人民幣前景已被看淡 本港財經專家鄧聲興則笑稱,內地市民選擇要美元現鈔 都好像想著隨時走路那樣,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更一徘徊在1美元兌6.2人民幣的水平 但市民似乎都寧願及早孤人仔 首次美金最實際,自大的市以來,出現各地散戶投資者到銀行增換美元的現象 令部分銀行無法提供或只能供應較少的美元現鈔 不少微博用戶近日抱遠難以兌換美元 重獻網民作組就在微博稱,現在重獻的中行美元現鈔已經限領了 據說有些城市直接事換得出現鈔了 更有在四川中行工作的網民上週四九日,表示 一堆堆人來買美元,一堆堆人來買黄金 至少在暗示群眾眼中金融危機已經初現 更有人直指,就連內地黑市也缺乏美元現貨 現在反止首謀,as for 了 問他原因,回答說都是拋了股票的人來換美元 把他們的美元全買走了 提取一萬美元要預約《蘋果》記者昨日就致電上海黃浦區 據其中一家中行分行,查詢兌換美元事宜 接聽的銀行職員表示,內地居民每年額到限換五萬美元 但每次兌換額最多只能換到一萬元 而銀行也要先準備足夠鈔票 所以當日提款的話,最多只能拿到數千元美元現鈔 如果要提取最高限額一萬美元現鈔 就要先預約,最快到後日才能領鈔 專家,好像想著隨時走路均洋證券董事兼 行政總裁鄧星興對《蘋果》記者表示 他對內地市民紛紛賣出人民幣換取美元不敢出奇 因近來不少風聲指人民幣會貶值 投資散戶值購買近來走強的美元 一來可以避險,二來 古早前大幅下滑,中國市場隨時出現資金外流問題 不少人可能會想估貨還 賺錢走 但對於內地有市民到銀行兌換現鈔 而不是用美元戶口 鄧星興笑稱感有奇怪 對現鈔無作用 但他又指,內地三線以下城市想法教傳統 見到早前股市風聲鶴雷 可能會想持有實體貨幣 感覺將想著隨時要走路 但他亦相信這樣的情況不會在北京 上海等發達城市出現 他又指,長遠來看 除非美國加息步伐加快 人民幣渴望不會有太大的貶值壓力 不過,美銀美臨日前發表的報告 預測人民幣將會在未來一年貶值5至10% 記者黃少康